我是犯罪学专家,穿越到了一个三线小明星身上 他正在参加一起模拟犯罪综艺 选手要尽可能进行高难度的犯罪并且脱罪 花皮人设的原主被疯狂掳骂 说他一点犯罪知识都不懂,是来蹭热度的 我反手就在节目里策划了一起连环结案 将警方和场上的观众都耍得团团转 看着我熟练的提纯高浓度毒药的样子 嘉宾席的专家们拍着桌子大喊 快去查查,他在当演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第三支队伍,准备进行比赛 耳边的声音,让我模糊的记忆开始变得清晰 我叫夏欣悦,是最年轻的犯罪学研究专家 穿越到了这个世界与我同名同姓的一个三线小明星的身体 而且,我现在正在参加一档模拟犯罪的综艺节目 这个世界,犯罪率极低,这也导致了刑侦手段异常落后 这个节目,是为了向所有观众普及法律知识 起到一个警示和告诫的作用 规则上,选手们必须根据主题进行犯罪 并且完成犯罪前不能被警方逮捕 哪一支队伍的罪行越重,名次就会越高 这次的主题,叫做盗窃与抢劫 一瞬间,脑海里所有关于这方面的案子 如同幻灯片一样,清晰闪过 我哑然失笑,用这些惊世骇俗的手段 在这个世界犯罪,会不会太震撼了一点 看了看坐在我身边的男人,他就是我的队友 影帝江应白,他和我对视一眼 礼貌地对我点了点头 江应白五官立体,肩宽腿长,倒是有几分姿色 眉间的一抹花不开的忧郁和冷清 让他常年霸占各种悬疑电影男主角 拿奖拿到手软,我也对他点了点头 视线被旁边的大屏幕吸引 我真无语了,下心悦什么咖位 居然能和影帝一对 说不定是用了什么脏手段 才暗箱操作到了和江应白一对 真就是为了蹭热度,连脸都不要了 就是,江应白没和我家里念一对 我真的一难品,看着这些弹幕,我无语的摇里摇头 原主因为长了一张清纯的脸蛋 戏路都是往青春偶像剧这方面走的 来参加这个综艺,确实有点不太搭边 不过,这是他经纪公司的想法 他自己没办法拒绝 弹幕里说的柳念 就是坐在我对面的那位穿着白裙的漂亮女生 他眉眼张扬,一双丹凤眼 肆无忌惮地打亮着我 柳念是当今炙手可热的顶流女星 以直爽和不做作,圈粉无数 见我在看他,柳念挑了挑眉 不屑地扯了扯嘴角说道 下心悦,你这种只会演青春偶像剧的演员 从未接触和了解过犯罪 他是会托姜印白的后腿吧 要知道,这个综艺对姜印白还挺重要的 不好意思,我正人说话就是这么直 你不要介意 弹幕直接疯狂涌动起来 哇,姐姐好撒 不愧是念姐,把我们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 就是,下心悦那个花瓶 肯定会托我们家印白的后腿的 我还没想好怎么回答 旁边的姜印白就淡淡开头道 既然下心悦成了我的队友 那我就会相信他 我相信他为了参加这个综艺 肯定花了很多心思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柳念冷哼一声,没有再说什么 不叹了口气,把视线转向了别的地方 旁边坐着的是一个留着公主切的高调女生 女生面无表情,脸色冷得像一块冰 她叫向晚,是一位二线的女星 如今,柳念和向晚所在的队伍都完成了比赛 向晚的队伍成功盗窃了一家经店 拿到了不俗的评分 而柳念的队伍更是盗窃了一辆运钞车 现在暂时排在第一 嘉宾席的专家们对柳念的评价很高 她的手法大胆而充满创意 更是找准了运钞人员流程间的漏洞进行盗窃 有专家评价,她发现的这个漏洞 甚至会推动现实世界里运钞流程的改进 现在,柳念出现了风头 不断刷新的弹幕里全是对她的夸赞 可是想着她作案的过程 我心里闪过一丝疑惑 她的犯罪手法 怎么和我原来世界的一起运钞车结案那么相似 正想着 我戴在头上的头盔突然传来了轻微的震动 我才记起来 这个比赛采用了模拟现实技术 通过这个虚拟头盔 能进入一个完全复刻现实的虚拟社会 一阵白光闪过 我再次睁开眼时 发现自己出现在一个小巷子里 感受着地面真实的触感 和旁边垃圾桶中传来的酸臭味 我感叹这个世界科技的发达 可是警方的行侦手段 却处于一个极其落后的程度 闭上眼睛 记忆在脑海中的无数重大案件 和匪夷所思的犯罪手段在不断涌现 我猛地睁开眼睛 嘴角微微翘起 是时候 给这个世界的警方好好上一课了 害怕会被听到 我凑近了把自己的计划告诉了姜应白 他听完之后 眼睛猛地睁大 震惊地看着我 我伸出手 冲他比例一个OK的手势 可这一下 就直接让弹幕爆炸了 这个死绿茶 一进来就迫不及待要勾在影帝了 就是 天那么近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那点小心思 救命 我是来看综艺的 不是来看查意的 可是 这些弹幕我看不到 完全影响不到我 我拿出手机 打开了城市地图 沿着路线 我和姜应白来到了一家银行面前 这家银行是城市里最大的银行 每天的现金有过亿 我们一前一后 沿着银行前面的马路走了好几遍 这时 屏幕前的专家们纷纷讨论起来 难道 他们的目标是这家银行 如果真能抢劫这家银行成功的话 这一期的冠军非他们莫属了 有点不切实际了 就凭两个略懂犯罪经验的一人 怕是他们连保安的一关都过不去 确实 这家银行我比较了解 他们的安保极其严格 并且和警方建立了单独的联系通道 一旦触发警报 鹤枪实弹的警察将会在十分钟之内到达现场 同时 弹幕也在不断刷新 无语 这就是下新月的一纯女人的计划 抢银行 她怎么不上天 完了 我家姜应白被她害惨了 这根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笑死 眼高手低的玩意 在姜应白不解的眼神中 我付款买下了好几条香烟 然后又来到一家文具店 买了几个化学实验用的试管 烧瓶 还有酒精灯等物件 找了一家不需要证件的黑旅馆入住后 我把买来的东西摊开在桌子上 拿出一个口罩 递给姜应白戴上 帮我打打下手 姜应白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结果口罩戴上了 她按照我说的 将香烟一直撕开 把烟液都放进了那个装水的烧瓶里 弹幕 不是 谁能解释一下 这Strong姐要干什么 难道 太烟瓶饭了 不对 我看她好像是要做什么化学实验的样子 主持人也皱起了眉头 对旁边的专家团问道 各位专家 能不能请你们解释一下 她准备干什么呢 专家们都沉默不语 只有一个化学专家死死的盯着屏幕 楠楠说道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她是准备提炼出高纯度的尼古丁 不过 就凭这些简陋的器材 需要极高的化学知识和熟练度才行 柳念在旁边冷笑一声 她怎么可能会专业的化学知识 八成是在什么科普视频上看到了 准备来节目上当显眼包的 主持人也点点头 继续对专家问道 那么您给我们说说 她准备提炼出的这个高纯度的尼古丁 有什么用途呢 专家陈鹰片刻 开始慢慢说道 尼古丁是一种生物件 能快速的渗透人体 作用于神经组织 高纯度的尼古丁 只需要几滴 就能致人死亡 主持人听到这里 皱起了眉头 我们比赛中 是不允许杀人的 夏新月制造出这个东西 不是就等于犯规了吗 专家摇了摇头 继续说道 如果把它稀释之后 变成器物被人体吸收的话 会造成短时间眩运和浑身无力 我想 这个参赛者应该是 准备用这种方式 来让银行的安保 失去抵抗能力吧 这时 有其他的专家反驳道 银行面积那么大 如果要用稀释过的雾气 让安保人员昏迷 你知道需要多少尼古丁吗 这个方案根本行不通 化学专家点点头 默认了他的说法 柳念更是吃笑一声 转过头去不再看屏幕 弹幕也议论纷纷 Strong姐在哪里 学会一点犯罪的皮毛 就不知天高地厚的 要去抢银行了 就是 他这种花瓶 真的是经不起细看的 拜托 夏新月真以为抢银行很简单吗 这时 我已经开始准备 对烧瓶里的烟草液体 进行提纯 熟练的动作 和有条不紊的操作 让屏幕前的专家 不住地点头 弹幕更是炸开了锅 他好像不是在装 他是真会啊 我就是化学专业的 夏新月的操作 比我们老师还专业 难道 他出道之前是学这个的 在弹幕激烈讨论期间 我已经完成了操作 我看着手里的一小瓶 稀释液 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 僵硬白看 我的眼神里已经多了一份 说不清到不明的味道 他想问些什么 张了张嘴 可却没有说出口 我看了看时间 拽着他跑出旅馆 还挺好看 不是 姐妹们别被他骗了呀 说不定他就是装给 姜应白看的呢 就是 说到英姿下爽 还得是我们家柳念 我带着姜应白 继续跑到一家电子店 买了一堆东西 看着我熟练的接线 和焊接电气元件 姜应白似乎已经麻木了 夏新月 我似乎要改变对你的印象了 我抬起护目镜 冲他咧嘴一笑 先不着急 说不定你要改变很多次呢 屏幕前的柳念 死死地盯着我和姜应白 指甲用力地扣进了 身下的沙发里 弹幕也炸开了锅 谁能告诉我 这件还有什么是不会的 不对 这和他的人设不符啊 怎么开始有点粉塌了 谁来劝一下我 专家们伸长脖子 看向我手里制造完成的东西 有人肯定地说到 按照我的想法 这应该是一个 能远程操控汽车 紧急停止的小玩意 他确实猜对了 我和姜应白翻过围墙 跳进了一个停车场里 毫不忌讳肮脏的地面 我一个翻身 钻进了一辆扎土车的车底 借着工具 我三下五除二的 把那摇控器装到车上 接着 我又找到另一辆扎土车 把第二个摇控器装上去 等完成之后 我的白衣服 已经被泥土和灰尘 弄成了灰黑色 看着姜应白递过来的纸巾 我冲他白白手 这算什么 我曾经跟着部队 在你找里埋伏了三天三夜的时候 都没有抱怨过一句 可我不知道 我从车底钻出来 冲姜应白白手的画面 已经让弹幕爆炸了 虽然 但是 我真的想说 夏新月刚才真的好帅 我真的怀疑 他以前的花瓶日查人设 是他的公司包装出来的 这才是真正的他呀 我就知道 女性也可以这么有力量 可以这么能干 主持人间热度在不断增长 急忙和专家们互动了起来 各位专家 你们说说 夏新月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装那个东西呢 有个犯罪专家率先开口了 这个 他应该是事先考察过的 如果我猜的没错 这两辆扎土车 会在他准备动手那天 经过银行前那条路 同意了他的说法 这位专家继续说道 非常聪明 也非常简单有效的做法 看来这位选手 并不是一时冲动而选择的抢击银行 说不定 他们真有成功的希望 做完这一切 我对江硬白说道 现在 我们需要去确认银行里摄像头 和地下金库的位置 江硬白自高奋勇地对我说道 让我去吧 我拍过这种类型的电影 也算是有经验了 我伸出食指 对他晃了晃 你就在外面乖乖地等我好消息吧 这次 让我来代飞 这一下 又戳到了弹幕观众的点了 姐姐请和我结婚 姐姐真的好帅 难有力抱疼了 笑死 怎么感觉江硬白在夏星月面前 像小鱼友一样 伤害好了之后 我带着买好的小型相机 走进了银行 假借坐在大厅休息 我隐蔽地用相机 记录下了各个摄像头的位置 可就在我把相机收进口袋 准备离开的时候 我的手腕 被人紧紧攥住了 安保人员盯着我手上的相机 冷冷地说道 小姐 和我们走一趟吧 他们过来拿走了我的相机 礼貌地把我请进了 位于地下的检查室 柳念嘴角不住上扬 如果被安保人员发现 夏星月在偷拍摄像头 肯定会联系警方的 这应该也算做 他们比赛失败了吧 主持人点了点头 郑重地说道 是的 在犯罪过程中被逮捕 或者发现 也算是失败 所以 正在观看节目的观众 要以以为戒 不要把法律和执法人员 当作儿戏 柳念的粉丝 开始纷纷发言起来 安保人员按照要求 要检查我的相机 我表情自若 没有露出一点慌乱 他们检查完相机的照片后 脸上露出了怪异的表情 啊 这个女士 请问你为什么 要偷拍我们银行的 这位男职员呢 这时 屏幕前所有的选手和嘉宾们 都露出了震惊的表情 柳念不敢置信地喊道 他不是去拍摄像头的位置了吗 怎么回事 屏幕上 我的相机里 居然都是一个男职员的照片 我害羞地低下头 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暗恋他很久了 不敢和他明说 想着来拍一点他的照片 想他的时候可以看一眼 安保人员露出了会心的笑容 他们把相机还给了我后 带着我走出了检查室 把我送出银行大门之后 那个安保大叔 还偷偷在我耳边说道 放心 我会打你的事情 告诉那小子的 要是你们成了 记得请我喝酒 我一脸娇羞 抹着脸跑开了 走到不远处的江应白身边 我冲他比了个OK的手势 从口袋里 拿出另外一张存储卡 插进相机后 就想好了脱身的方法 提前准备好两张存储卡 一张拍人 一张拍摄像头的位置 这样就算被抓住了 也只是被说几句 不会拿他怎么样的 犯罪专家摸着下巴 恍然大悟地说道 不对 他是故意被发现的 银行金库的位置在地下 他只有进入位于地下的检查室 才能看到金库的位置 一举两得 经常脱壳 实在是太巧妙了 专家解释完后 弹幕瞬间爆炸般涌现开来 我去 也就是说 我目睹了一起最新的作案手法 妈妈 我在综艺节目上 看最新型的犯罪 你信吗 我建议警方把下新月 列为危险人物名单 他真的太懂犯罪了 那个要倒立上厕所的兄弟出来 告诉我 你现在慌不慌 第二天 我去坐了一辆车 平在银行附近 看着时间 我在心里默默计算着 江映白坐在我旁边 我能感觉到 他心里的不平静 其实 我和他是一样的 研究了这么多年的犯罪 我还是第一次 把理论上的知识 用在现实中 随着手机一阵震动 我预定好的时间到了 我和江映白戴上面罩 提着两个巨大的行李袋 冲进了银行里 大厅的安保还没来得及反应 我和江映白 就把手里的仿真玩具枪 抵在了他们的腰上 他们瞬间就不敢动弹了 我三下五除二 把他们身上的枪搅了下来 感受着手里的手枪沉甸变的触感 我满意点了点头 我深吸一口气 大喊一声 打劫 所有人现在马上给我趴在地上不要动 然后对准早已经摸清楚的摄像头 连开竖枪 把摄像头一一击碎 巨大的枪击声 下了银行里的所有人都顺从地趴在了地上 弹幕 不是 他的枪法这么准的吗 谁能告诉我 还有什么是他不会的 下星月大吼的时候 想急着真的汗肥有没有 我和江映白把大门从里面锁死之后 提着两个大袋子 就直奔地下的金库而去 为了方便 银行营业的时候 金库是不会锁上的 毕竟这个世界 基本没有出现过抢劫银行的现象 见我和江映白的身影 消失在地下入口后 专家们开始议论起来 现在肯定已经出发了警报 全副武装的警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虽然他们打碎了摄像头 警方看不到银行里的情况 可是这对他们的逃跑并没有什么帮助 是的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没多久 我就和江映白跑出来了 我们拉过两个前来取款的人 把他们带进了地下的金库里 专家们有些啼笑皆非 他们带了两个那么大的袋子 确实要叫几个帮手 才能加快装钞票的速度了 柳念紧紧盯着屏幕 脸上满是不快地说道 人心不足舌空向 要装满这么大的袋子 会浪费很多宝贵的逃跑时间的 有些人目光还是太短浅了 大概过了十分钟 我和江映白吃力地背着两个大袋子 从地下金库的入口跑了上来 我们用钥匙打开了银行大门 快速地跑进了停在附近的那辆车里 点火发动 油门轰驰 汽车快速地汇入了车流之中 而这时 后面也出现了警车的身影 在凄厉的警笛声中 我和江映白把车开得更快了 可就在这时 我们车辆的前方出现了两辆扎土车的身影 两辆扎土车左右并行 把两车道堵了个严严实实 还没等我和江映白超车过去 两辆扎土车就齐齐地紧急杀住了车 后面的车辆闪躲不及时 纷纷撞上去 这起连环车祸 将我和江映白所在的那辆车 困在了搁浅的车笼之中 弹幕炸开了锅 怎么回事 那两辆扎土车不是用来妨碍警车的吗 就是 怎么把他们自己给堵住了 完了 这下真的是无处可逃了 柳念看着大屏幕里的场景 笑得直不起腰来 夏新月终于翻车了吧 一上来就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如今看来也就那样了 他是永远都赢不了我的 专家们也纷纷摇头 恶腕叹息 真是可惜了 这么吸引的专案手段和聪明的计谋 却在一个小细节上失误了 是啊 如果扎土车能顺利的把警车挡住 他们能够成功逃脱的可能性还是非常大的 毕竟是遵纪守法的公民 第一次犯罪能做到这样就已经很错了 警车里的警察训练有速的从车上下来 握着枪支 有条不紊的朝我和姜应白递进 等将我们的车包围后 警察一拥而上 把我和姜应白瞬间控制住 为首的一个警察走上前来 一把揭掉了我们的面罩 一瞬间 所有人都惊呆了 就连不断刷新着的弹幕 也都停了下来 面罩下面根本就不是我和姜应白 柳燕不敢置信的大喊起来 怎么可能 他们两个在车上根本没有下去过 弹幕像火山一样爆发 不是抢银行吗 怎么还用上魔法了 太震撼了 感觉自己在看一部悬疑大片 专家快揭晓答案吧 我一秒钟都等不下去了 面罩下的两个人 正是我和姜应白带去地下金库的那一男一女 他们眼神惊恐 嘴上还贴着交代 警察私下交代后 他们惊恐的指着自己的腹部大喊道 救命 我们的身上被绑了炸弹 他们手忙脚乱地扯开衣服 下面果然是两个正在倒计时的炸弹 所有的人又再次被震撼了一下 弹幕 下心愿哪里来的炸弹 他不会是作弊了吧 就是 这对其他选手太不公平了 我现在真怀疑 他是靠什么见不得人的关系 参加的这个综艺 有一位专家探出身子 死死地盯着屏幕里的炸弹说道 这个炸弹是假的 他只是用一些电线和一个液晶显示表 做成了一个炸弹的样子 没有能够引爆的炸弹 倒计时结束后 什么都不会发生 这时 现场的警察也发现了 炸弹是假的 学问后 得知是劫匪让二人穿上 和他们一样的衣服和面罩后 在他们身上绑上炸弹 封住二人的嘴巴后 劫匪给了他们一把车钥匙 并且告诉他们 只要能跑出去 开着外面那辆车 在十分钟之内 到达某个宾馆的房间 那里面有解除炸弹的钥匙 他们两个没有办法 为了活命 只能按照劫匪说的做 自然会一哄而散 这个时候 只要他们两个从下面溜上来 混在逃跑的人群中 就能轻易地逃走 主持人听完专家的讨论之后 挠了挠头发 可是 为什么夏新月和江云白 设计了让人质假冒劫匪 吸引注意力 却又要用扎土车 挡住他们的驱路呢 如果能让他们继续跑一会儿 不是能为自己 争取到更多的逃跑时间吗 难道 这次真的是失误 有专家用手指敲击着桌面 就起没头说道 还有一个问题 夏新月提纯的那一瓶 高纯度尼古丁 还没派上用场 我相信 他绝对不是做这种无用功的人 就在这时 一直没有出声的向晚开口吗 有没有一种可能 他是准备进行第二次犯罪 柳念不屑地笑了 你是说他刚抢完银行 就准备进行第二次作案 你当时玩游戏做任务呢 搞笑 就算被柳念嘲讽 向晚的声音依旧冷清 他用两辆扎土车 挡住的并不是警察 而是后面的某辆车 那一小瓶能致人昏迷的东西 用来抢银行 确实是少了点 但是 用来迷晕一个车厢的人 确实绰绰有余 说不定 后面的某辆车里 就藏着价值连城的东西 更有可能 夏新月策划抢银行 就是为了吸引所有的警力 去追捕他 从而为这桩案子做准备 弹幕 你们在说什么 我怎么突然就听不懂了 抢完银行之后 水都不喝一口 继续做案 我真的不是在看科幻片吗 能不能超前点播呀 专家瞪大了眼睛 不敢置信的说道 今天是六月初一 距离高考还有五天 一般这个时候 高考试卷会被运送往试卷保密室 你们说 夏新月的目标 会不会就是 主持人反应过来后 一把拽下头上的耳脉 扯着喉咙喊了起来 快 快把镜头切换到试卷运输车那里去 等他们手忙脚乱的 把镜头切换到试卷运输车那里时 却只看到运输车门打开 里面的押运警察 歪七扭八的晕倒在地 而被运输着的 装着试卷原本的文档 早就不知所中 这一刹那 时间就好像静止了一样 所有人都说不出话来 半晌 一个专家才喊喊开口 你们看 运输车下面的那个井盖被打开了 他们算好了一切 正好把运输车 堵死在这个井盖的正上方 只需要打开井盖 就能轻易地把那瓶能致人眩晕的液体 倒进车子的内通风系统里 这辆运输车能防住子弹和爆炸 却防不住来自内部的毒气 这真是一起魔术般的犯罪 看来 我们预防和打击犯罪的手段 任重而道远啊 一时间 气氛陷入了一片沉默之中 可弹幕却在短暂的沉寂之后 爆炸了开来 天哪天哪 我现在脑子里想不到其他的词 太牛了 我仿佛真的在观看一场 超级大道作案的现场直播 真的要严查下心悦 他要是起了犯罪的心思 真的不堪设想 柳念死死咬着牙 不断起伏的胸口 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平静 这一次 他输得非常彻底 可是这时 似乎出了点小麻烦 主持人急得抓耳挠腮 也没能找到我和姜应白的位置 因为以前从来没出现过 能把参赛选手跟丢的情况 一时半会儿 还真找不到 我和姜应白现在在哪里 突然间 一个专家猛地伸出手指着屏幕喊道 你们快看 那是什么 我和姜应白拿到试卷之后 背着两个装满了钞票的背包 混进了人流之中 没过多久 我们就到一座大厦的楼顶 上面的停机坪上 是两架直升机 我们每人坐上一架 发动螺旋桨直升天际 两架直升机并排行驶 划过城市的上空 我和姜应白对视一眼 拿起背包里的钞票 和复印出来的试卷 往机舱外撒去 无数钞票和高考试卷纷纷散落 城市上空像是下了一场大雪 将最后一张钞票丢出后 耳边传来了机械的提示声 本次模拟将在十秒到几时后结束 我们伸出拳头 虚空对撞一下 然后默契地从飞机上一跃而下 呼啸的风声伴随着一道白光 我回到了录制节目的现场 睁开眼睛 我就看到所有人表情 刻意地起起叮着我 大屏幕上 我所在的队伍的犯罪评分 遥遥领先 已然位居第一 而滚动的弹幕 全是队伍的彩虹屁 专家们站起身子 朝我走了过来 围首的一位专家握住我的手 郑重地说道 夏新月女士 我想聘用你做我们警方的兼职顾问 对我们警方的侦查手段 和破获犯罪的思路 进行优化和指导 我笑嘻嘻地点头答应 问了一个问题 那个 这职位有编制吗 她哭笑不得 说肯定帮我落实到位 节目结束后 所有人都四散离场 柳念在经过我身边的时候 故意狠狠地撞我一下 夏新月 你等着 下次比赛 我一定会赢过你 我没有理会她 侧着身子 让她先走了 就在我走到出口处的时候 我感觉到 身后有一道目光在注视着我 回头一看 向晚正鞋靠在墙上 紧紧地盯着我 一瞬间 我心头有些发凉 她的眼神 就像是在看一个死人一样 回到夏新月的房子 我过上了几天 龙猫和追剧的快乐日子 看着被我爸绑的热搜 笑着刺出了两颗大牙 警号夏新月绿茶花瓶马甲掉落 以高智商汉匪身份 吸粉无数 警号警号解说 夏新月连环犯罪详细步骤 警号警号网友呼吁 建议警方严查夏新月 有无犯罪记录 警号黑黑 这些都只是我记忆里 犯罪手法中的皮毛而已 等下次比赛 必须好好再给所有人露一手 想到这里 我决定去厨房倒点热水 泡两包泡面 犒劳一下自己 就在我走到厨房 伸手去拿保温瓶的时候 我愣住了 保温瓶的下方 多出了一大块水渍 可我记得 我用的时候 根本没有把水洒出来过 而且 原本展现的保温瓶 上面不知道什么时候 多出了几道深深的划痕 突然间 我脑海里闪过一起案子 凶手利用保温瓶的高压特性 把他做成了一个炸弹 借此杀死了自己的妻子 而我这个保温瓶上的划痕 更是方便让他在爆炸的时候 将碎片飞射而出 难道说 有人也想用这手段来害我 正思索着 我看到保温瓶 正在微微颤动了起来 我下意识地 猛地蹲了下来 下一秒 一声巨大的爆炸声 在我耳边炸开 剧烈的疼痛和无尽的黑暗 在一瞬间将我淹没 再次睁开眼时 我的面前出现了江映白的脸 他神思恍惚 嘴唇苍白 见我醒了 江映白像是被按下了开关一样 猛地朝我扑了过来 他双眼血红 喘着猝气 死死地抓着我的脖子大吼 你到底是谁 你究竟是谁 我被他掐得呼吸困难 两眼发黑 就在我感觉自己快要死的时候 江映白松开了手 下一秒 他居然埋下头 低声地抽气了起来 我猛烈地咳嗽起来 心里却感到一阵莫名的恐惧 完了 他该不会精神有问题吧 环顾四周 我发现自己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手上被纱布包裹的地方 传来了一阵阵刺痛 正当我准备偷偷按铃呼救的时候 江映白抬起了头 对不起 我刚才失态了 见他眼神又恢复了清澈 我忍不住问道 为什么会是你送我来医院 江映白犹豫了一会儿 说道 因为 今天我一直在附近观察你 我去 这小子不但是个精分 还是个偷窥狂 可他的下一句话 直接让我愣住了 江映白死死的盯着我的眼睛 一字一句的说道 我怀疑 你就是杀死我父母的凶手 我班上没回过神来 什么鬼 你不要太离谱啊哥 他继续说道 我18岁那年 父母在一场意外中丧生 他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 遭遇了保温瓶爆炸 被碎片击中头部 当场死亡 当时 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起意外 可我知道 他们是死于一起谋杀 因为 我家根本就没有过保温瓶 江映白红了眼眶 继续说道 没有人相信一个孩子的话 我只能把这件事藏进心底 通过自己不断地找寻着凶手 因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谋杀方式 所以我把目标所定在了那些高智商的罪犯身上 可是 他们和我的父母并没有交集 而且也没有做案时间 直到 我在比赛中遇到了你 我有些无奈地说道 你父母遇害的时候 我才只有14岁 我真的有能力 去完成这件事吗 江映白痛苦地摇了摇头 我知道 你是凶手的概率几乎为零 可我找了这么多年 实在不愿意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我甚至怀疑 你在节目中的表现 是由其他人指导的 而你身后的人 很可能就是杀害我父母的凶手 所以 节目结束后 我在你家附近住了下来 没日没夜地观察着你 直到 你也遭遇到了同样的事情 我之所以失态 是因为你家里发生的 和当年我父母遭遇的情况一模一样 在踢开门冲进去的瞬间 我甚至怀疑时光倒退 自己回到了10岁那年 看着眼里闪着泪光 满脸痛苦的江映白 我的情绪也低沉了下来 如果真如他所说 说不定他就是谋杀你父母的凶手 江映白点点头 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对了 你在盯着我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有人进入我的房子 他摇了摇头 晚上你睡觉之后 我也跟你睡觉了 不过 我有一次在你房子附近 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听到这里 我顿时来了精神 是谁 江映白皱起眉头 迟疑地开口 说出了那个名字 向晚 提到向晚 我就想到了节目结束后 离场时他看我的那个眼神 难道 在那个时候 他就决定要对我动手了吗 可是 我实在想不到他要杀我的理由 如果是因为我在节目里拿第一的话 那么柳念要杀我的动机比向晚更大 而且 在这个犯罪知识平起的世界 向晚如果能想到这种杀人方法 那么 他在比赛中的表现就不会那么差劲 但是他看我的眼神 和恰好在我遇害的时候 在我家附近出现这件事 不得不让我对他产生了巨大的怀疑 不过 就这样光是猜测也没有用 我们必须做点什么 想到这里 我对江映白说到 凶手这次没有成功 肯定还会继续动手 既然这样 我们不妨守住戴兔 制造机会给他 和江映白商量好了之后 我搬进了酒店的总统套房里 接下来的日子 我都没有外出 连食物都是江映白给我来的 三天后 我和他一起出发 去拍摄第二期节目的宣传片 到达拍摄地点后 我和他对视一眼 点了点头 这几天 凶手一直找不到机会对我出手 那么今天 是他最好的动手机会 我准备就在今天布置下一张网 将他彻底的网住 节目录制现场 主持人宣布了一个消息 笑完因为身体不适 没能参加这次的录制 看来 他是真的准备在这里对我动手了 拍摄过程中 我给了江映白一个眼神后 独自去了厕所 走进最里面的一个隔间 我把门锁上 坐在马桶上侧耳倾听 没过多久 一个轻轻的脚步声就从外面传来 有人进来了 那个人打开门 进了第一个隔间 我没有听到衣物吞下的声音 他进去之后就再无声息 看来 他也是和我一样 来这里并不是为了上厕所 我似乎已经能看到 等我出来前去洗手池洗手的时候 他就会冲出来 用笔手干净利落地插进我的心脏里 冷笑一声 我出去打开了洗手池的水龙头 然后脱下高跟鞋 扁着脚尖轻轻地走到了第一个隔间外面 果然不出所料 听到水流声后 隔间的门打开了 一个穿着黑色紧身衣 带着口罩和压舌帽的女人走了出来 就在他出来的一瞬间 我一把拽住他的手腕 往背后狠狠一剪 在女人的痛呼声中 他的口罩被我用力扯了下来 果然不出所料 口罩下面的脸果然就是向晚 我从后面擒着他 用力把他推进了厕所的隔间里 把向晚压在墙上 我在他身上摸索了一番 可是并没有发现匕首之类的凶器 我在他耳边冷声说道 说吧 你的目的是什么 向晚淡淡地回答道 我说我不是来杀你 而是来救你的 你信吗 听了他的话 我将他转过来面对着我 你说你是来救我的 可你怎么知道我会有危险 而且就凭我们之间的关系 你又为什么要冒险来救我 我气势汹汹地逼问着 身子不断往他身上贴近 这是审问的技巧 可以借此给向晚压迫感 突破他的心理防线 见我靠得重劲 向晚下意识地把头偏了过去 耳尖上甚至都浮现出一抹红色 他沉默了很久 才慢慢说道 我只想要一个答案 讨一个公道 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道 详细说说 希望你的故事能够打动我 向晚反过来问我 你知道李淼淼吗 我在记忆中搜索了一下 李淼淼是一个几年前的 当红女演员 可惜他自杀了 自杀的原因现在都是个谜 见我点了点头 向晚继续说道 他是我很好的朋友 出于对他的了解 我无法接受他会自杀的事实 那时候他正值事业巅峰 已经提名了金流奖最佳女演员 私下见面时 淼淼眼里带着光 说他要成为最好的演员 他这种勇敢自信又坚强的女人 怎么可能会自杀呢 可警方到查之后 发现淼淼的房间门窗都紧闭 就像是一个密室 没有人能在密室里杀人之后 还能脱身而出 这是常识 所以这个案子就这样结案了 我叹了一口气 在我那个世界里出现过 无数次的密室杀人案件 在这里居然变成了不可能的常识 给警方加强犯罪方面的知识 任重而道远啊 向晚的声音慢慢冷了下来 我发现了一个 最有可能是凶手的人 他就是柳念 苗苗和他都被金流奖提名 苗苗一死 他就毫无悬念的成为最佳女主角 所以我开始调查他 结果发现 已经有好几位女演员死亡的事情 都能和他扯上关系 一旦有人挡了他的路 那个人就会很快的死亡 他的手段天衣无缝 就连警察都无法找到任何证据 向晚说话的时候 我睁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脸 根据微表情心理学 他并没有撒谎 加上没有在他身上找到武器 所以我放开了他 向晚揉了揉肩膀 声音里带着遗憾 那天你超越柳念拿了第一 我就猜他可能会对你出手 所以我这几天都在你家附近转悠 想着在保护你的同时抓到凶手 可他杀人的方式 让我防不胜防 这次我故意没有参加录制节目 也是想着跟在你身后保护你 我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笑着说 谢谢你的提醒 我一定会将他绳之以法的 这时 外面传来了脚步声 又有人过来了 我让向晚继续藏进隔间 自己稍微整理了底下妆容 返回了录制的现场 柳念见我之后 冷哼一声 把头转过去不再看我 节目上 我一直在思考 应该怎样让柳念露出破绽 就连主持人叫我好几声 我都没有听见 一个女网红顿时站起身子 两下就跑了上去 她对着镜头甜甜的说道 既然欣月姐姐有些累了 就让我来帮她分忧吧 台上是一个假钞大师 她需要一位助手 来向观众们讲解 如何鉴别假钞 本来 这个出镜的机会是给我的 可是主持人的邀请我没有回复 加上女网红已经跑上去了 所以 只能由她来成为 假钞大师的助手 大师拿起一张真钞 开始向所有人解释起来 鉴别钞票的真伪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纸张的材质 有墨的色彩 还有花纹图案的清晰度 女网红拿起伪钞 一一配合专家鉴别 对了 还可以通过伪钞的味道来鉴别 这位小助手 可以闻一下伪钞的味道 看看是不是和真钞不太一样 这是因为 伪钞的种类使用不同导致 突然之间 正在闻着假钞的女网红 身在一个摇晃 然后重重地倒在了地上 她面带淘红 口鼻处慢慢流出一条血线 我猛地冲上前去 还没靠近 就闻到了一股苦性人的味道 是绿化青 我急忙捂住鼻子 拦住了正要冲上去的僵硬白 紧紧地咬着牙 我狠狠瞪向了柳念 没想到 她居然敢在这么多人的眼皮子底下动手 要不是女网红为了出镜 替我上了台 那么躺在这里的人就是我了 想到这里 我浑身发冷 心里一阵后怕 柳念没有看我 她被她的经纪人护着 离开了现场 没过多久 警察就来了 果然如我所料 在伟超上发现了秦化物 伟超在鉴别之前 一直使用塑料薄膜密封保存 刚才女网红撕开之后 为了鉴别针尾 把她放到鼻子上使劲地闻 秦化物通过呼吸道进入身体 不到半分钟她就独发身亡 伟超上 除了她之外 再没有找到其他人的指纹 而因为这是一张假钞 监管力度几乎等于零 所有人都有机会接触她 所以根本无从查找凶手 看着这些警察愤怒又无力的样子 我叹了一口气 柳念的杀人手法 几乎可以算是 遥遥领先这个时代了 突然 一道闪电在我脑海里划过 难道 她也是穿越过来的 这个想法一旦生成 就如野草般疯涨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么一切都可以解释得通了 既然如此 我那个世界的罪犯 就让我来制裁她吧 我和江硬白心情沉重地 走出拍摄场地后 我一眼就看到了 在外面抽烟的柳念 我走到她身边 咬着牙说道 三天后的总决赛 我一定会赢你的 我要让你输得彻底 什么都不剩 柳念冷笑一声 把烟头弹在地上 用高跟鞋尖横横碾碎 夏新月 我承认你有两把刷子 可是 你不会是我的对手的 你知道吗 你就像这个烟头 只能被我碾压 她还想说什么 身后的经纪人咳嗽一声 柳念就停了下来 柳念冷哼一声 转身离开 她的经纪人 是个戴着眼镜的威胖男人 她冲我露出一个抱歉的微笑 抬起手和江一白打个招呼 江一白过去 搂着她的肩膀 跟我介绍 这是我最好的兄弟 王志 她是柳念的经纪人 同时也是她的男朋友 王志带着歉意和我说道 不好意思 念念就是这个脾气 夏小姐 你在比赛中的表现非常亮眼 期待你在下期节目中的精彩表现 说完 她也转身跟着柳念走了 我嘴角微微翘起 看来柳念已经上钩了 成功激怒了她之后 她应该不会再对我动手了 这一次 她会在比赛中赢过我 把失去的面子找回来 而我 一定会赢得这次比赛 并且还会接下她的面具 亲手把她送进监狱 三天后 模拟犯罪大赛的总决赛 正式开始了 这次比赛 和上一次的不太一样 不再进行现场直播 而是挑选出500名大众评审团 在现场观看并且进行录制 等比赛结束之后 再将视频播出 观众们所有的通信设备 都将被没收 选手们 也不会再进入模拟世界里作案 而是 直接在现实世界中犯罪 主持人念出这条规则时 全场都沸腾了 不是吧 这次玩这么大 现实中犯罪 万一真被布勒纳克 是这样去坐牢了 我觉得不太行 都是大明星 万一被认出来了 还犯个屁的罪啊 主持人拿着话筒 依次解答了所有的疑问 这次比赛 我们是和警方进行了合作 选手们所进行的犯罪 不会被真正逮捕判刑 第二 选手们会进行一次彻底的一容 保证没有任何人 能认得出他们原本的身份 第三 选手们可以选择单人模式 或者和一名伙伴一起进行比赛 若是单人模式犯罪成功 将会获得双倍积分 下面我宣布 模拟犯罪大赛总决赛 正式开始 随着比赛开始 选手们都进入了化妆间 化妆师用高分子硅胶材料 和各种化妆品 把我直接变成了一个50多岁的大妈 场上的观众 也开始议论纷纷起来 一容是可以自己提出要求的 为什么下星月会要求 把自己化成这个样子 这你就不懂了吧 这样才能更好地隐藏起来 是啊 你要是变成个灰头绿高的大美女 逃跑的路上 说不定就被有微信的补助了 所有选手都一容完成后 开始选择比赛的模式 我毫不犹豫 选择了单人模式 江应白选择了一位 古玩方面的专家 而向晚则是选择了一位 伪造方面的专家 柳念的选择非常出乎意料 他居然选择了他的男朋友 兼经纪人王志进入游戏 看来他确实对自己非常自信 选择完成后 我们被装进了一个密闭的车厢里 车厢抖动 所有人被随机运往城市的角落 车厢门再次打开时 我出现在了城市的一个小巷子里 口袋里是一个有5000付款恶度的手机 和一张为我现在身份定做的身份证 我拿出手机 搜索了几条硬币信息之后 直接打车准备过去硬币 当看清楚我的目的地时 观众席像是被倒入了冷水的热油 轰得炸了开来 不是吧 他是要准备对这里下手 这 这根本不可能得手啊 就算再给他100个人 他也不会成功的 我前往的地方 名叫熊英博物馆 这座博物馆是隔壁英国建立的 里面展出的 全是他们曾经从我们国家抢走的宝贝 甚至有一个玉玺 称得上是镇国之宝 他们在这里建立这个博物馆的目的 是为了对我们进行羞辱和炫耀 可偏偏现在国际形势严峻 我们龙国对他们的行为没有办法 很多爱国知识义愤填膺 曾经私自组织前去对国宝进行盗窃 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 英国为了万无一失 博物馆的安保甚至达到了国家级 博物馆的安保负责人 是退役的国家安全局队长 我们每次有人前往盗窃失败 都会被他们国家的媒体无情地嘲讽 久而久之 这座博物馆就成了这座城市的毒瘤 无数人恨得牙痒痒 却拿它没有任何办法 见我把目标对准了熊英博物馆 所有人都被震惊了 镜头划过每一个观众的脸 他们的脸上带着惊讶 质疑和隐藏着的 深深的期待 所有人都在心里期待 万一它能够成功呢 成功把国宝带回家 让他们接触到 龙的传人的身体的温热 哪怕只有一瞬间也好 因为对这座博物馆的怨恨 很少有本地人愿意去里面工作 除了一些核心岗位外 他们的其他岗位 经常处于空缺状态 我很轻易地 就成功应聘上了博物馆的宝洁 若是能成功盗取 这座博物馆里的国宝 我将是当之无愧的第一名 而且能借此打击英国那嚣张的势头 借着比赛的名义 还不用承担法律责任 可谓是一举三得 我相信 柳念肯定也会在比赛里对我出手 不过 我早已经制定好了对付他的计划 工作的第三天 我已经摸清楚了博物馆的布局和构造 白天 展品会在展厅进行展览 周围会有鹤枪实弹的英国士兵来回巡逻 同时 展厅上面密密麻麻的高清摄像头 也会360度无死角的拍摄 想要在这种情况下拿走国宝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而到了晚上9点 博物馆闭馆后 国宝会对运往位于地底的储藏室 所有安保人员都会和负责人一起押运 确保万无一失 储藏室采用防爆防钻的30厘米厚合金钢板建造而成 甚至能抵御小型导弹的攻击 而要打开储藏室的大门 需要博物馆负责人凯文的指纹 和一串长达九位数的密码 凯文平日里深居简出 就连休息也待在博物馆的办公室内 普通人就连见他一面都难 这些防护措施极其严密 如天衣无缝 可是 我会用我脑子里的知识化作的尖刺 把他们的无缝天衣 钻出一个巨大窟窿出来 明天下午 我将会实施我的计划 带国宝回家 因为到了晚上 安保人员会对博物馆进行全方位的排查 防止有人躲在里面没有出去 而明天 英国的使团会来慰问和家讲所有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他们为了庆祝会闭馆一天 而这个时候 我也会被允许在其中清洁卫生 这 就是最好的机会 我的行动 吸引了现场所有人的目光 屏幕上所有的画面 都在播放着我的一举一动 至于其他的选手 都只是短暂的给一下画面 所有人的爱国之心 被紧紧凝聚在里面 只是 也有人发出了异议 夏新月天天只是打扫卫生 什么都不做 他真的能拿到国宝吗 他不会是知道不可能完成 只想借这样做来吸引眼球吧 唉 我真的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国宝回家呀 他只是个艺人啊 你们一个个真的这么相信他吗 就在他们议论纷纷的时候 博物馆这边的宴会已经开始了 我静静地待在杂物间里 默默在心里计算着时间 不一会儿 就有人叫我出去打扫一下力声 我来到宴会上 地上摔碎了一只高脚杯 把地上洒落的液体脱干净后 我用垃圾袋装着玻璃碎片 回到了杂物间 仔细听了听外面 确认没有人跟着我过来后 我反锁上房门 小心地从工具箱里 拿出一小瓶点符和一个塑料袋 我把酒杯碎片放进塑料袋后 又在里面滴上几滴点符 然后将塑料袋紧紧地密封了起来 现场的观众们又骚动了起来 这是干什么 谁能解释一下 不懂 难道是准备给酒杯碎片消毒吗 服了 夏新月的每一步都出乎我的意料 有几位专家点了点头 开始解释起来 点符液体常温下会升华 点蒸气会让酒杯上的指纹呈现出紫红色 用这个方法 确实可以得到凯文的指纹 可是 夏新月又怎么知道 这个摔碎了的酒杯 就是凯文用过的呢 没过多久 塑料袋里的酒杯碎片上 就出现了好几枚紫色的指纹痕迹 我小心地拿出一只白色橡胶手套 轻轻地把指纹印在上面 满意地点了点头 把手套收进了衣服口袋里 凯文的指纹已经到手了 下一步就是如何靠近储藏室了 储藏室 在一条走廊的最深处 走廊上 遍布着监控摄像头 监控室里 24小时都有安保人员 在不间断地冰着监控视频 一旦里面出现可疑的人物 就会直接发出警报 我深吸一口气 推开杂物间的门走了出去 因为穿着保级的制服 我很顺利地来到了配电室里 在电控箱的盖板上 我放了两个纸杯 其中一个纸杯底下 戳了一个小孔 把里面灌满水后 一个简易的定时装置就完成了 只要其中一个杯子的水滴完 另一个杯子里的水就会溢出来 溢出来的水 会顺着缝隙流进底下的电控箱里 造成短路 一旦电力发生故障 就会自动启用第二套电力系统 但是在这中间 会有一个三分钟的间隔 我必须在这三分钟之内 打开储藏室的门 达到预洗 借着清扫的名义 我来到了储藏室那条走廊的入口处 如今正举行宴会 这里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 我慢慢地扫着地 在心里默默倒计着时间 突然间 头顶的吊灯一阵闪烁之后 陷入一片黑暗之中 我一把扔下扫把 用尽全身力气 朝走廊深处跑去 绿色的应急灯 把这条走廊 照得如同地狱的通道 在心里计算的时间 30秒后 我跑到了储藏室的入口处 储藏室是独立的电力系统 我不怕短路会影响到它 拿出手套 我成功解开了指纹锁 一瞬间 在场所有人都沸腾了起来 天哪 那上面真的是凯文的指纹 他真的太幸运了 这是天意 要让我们的国宝回家呀 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还有一道锁呢 密码锁如果输入错误三次 就会自动锁死 再也无法打开 在所有人期待和忐忑的心情中 我掏出一支激光灯 照射在了密码锁的键盘上 顿时 有几个案件上 出现了淡绿色的荧光痕迹 包括专家和主持人 在场的所有人都激动地站了起来 太神奇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祖先保佑 这是祖先显灵了呀 老祖宗 你们睁大眼睛看看 咱们家的宝贝就要回家了 可是 有几个专家像是想到了什么 一下子紧张了起来 就算是输入密码的案件有了痕迹 可他却不知道顺序呀 九位数的组合 根本不可能在三次之内就是出来 可惜呀 这是离成功最近的一次了 要是这次失败了 他们肯定会改进系统 到时候就再没有可能成功了 所有人都咬着牙 攥紧了拳头 死死地盯着我 我快速坚定地 按下了九个案件 咔嚓一声脆响 大门应声而开 跑进储藏室 我一眼就看见了 位于正中心的一个玻璃柜子 红色的丝绒布上 一块古朴的玉璽一一声灰 看着它 像是曾经的古人 经过了时间长河 在和我对话 我过去揭开盖子 轻轻地把它放进怀里 欢迎回家 看到这个画面 现场陷入了一片死机之中 啪啪啪 不知道是谁第一个鼓掌 接二连三 所有人都开始用力地鼓起掌来 就在这时 随着一声淒厉的小号声 激昂的国歌旋律响起 有很多人低声乌咽了起来 一些头发花白的专家 更是老泪纵横 这一刻 从雄英博物馆建成以来 农国人民一直弯着的腰 终于直了起来 可就在这时 屏幕突然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把玉璇拿在手上 我心底的倒计时才过去了一分钟 还剩两分钟 足够我轻松地跑出这里 可就在这时 我的身上传来了一股焦臭味 节目组放在我们身上的微型摄像头 冒出一股黑烟 停止了工作 我回过头 发现一个陌生的女人 正眼神复杂地盯着我 她用手里的一把微型电击枪 弄坏了我身上的摄像头 夏新月 没想到你真的成功了 听到声音 我才认出来她就是一容过的柳念 我不仅不慢地把完整手上的玉璇 对她说道 你想做什么 要来抢我手上的玉璇吗 我拿到玉璇的画面 已经被所有人看到了 你这样做 只会惹获上身 柳念摇了摇头 皱着眉头说道 确实 你是成功从英国人手上 夺回博宝的英雄 节目结束后 你会红透半边天 可是 你注定只能成为死去的英雄 这里面发生了什么 没有人会知道 如果 你在逃跑的过程中 被英国人击毙了呢 说着 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把手枪 这是我从安保人员那里拖过来的 只要用她杀了你 没人会怀疑到我头上 你会被慢慢遗忘 毕竟 没人会记得失败者 我紧紧的盯着她问道 那些挡着你路的演员们 也是被你杀的吧 柳念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她握住枪柄的手轻轻抱起 咬着牙喊道 夏新月 我很佩服你 可是今天 我不能让你活着走出去了 我冷声问她 我猜测 你应该是借着宴会混进来的 可是一旦电力系统恢复 整座博物馆的大门都会被锁死 所有人都会遭到最严密的搜查 玉玺你是带不出去的 见她眼神惊慌起来 我继续向她施压 你应该没想过 要怎么把玉玺带回去吧 如果玉玺没能带回去 你就是全国的罪人 只有我 才有办法把玉玺带出去 柳念嘴唇微微颤抖 想要说什么 却没说出口 最终 她猛地抬起枪口 颤颤巍微微地开口了 对不起 我做不到 可是 她的枪口不是对准我 而是指向了门外 一个男人迎着枪口 慢慢悠悠地走了进来 柳念 你真的愿意让她抢走你顶流的头衔 我认出来了 她就是柳念的男友王志 柳念痛苦地闭上眼睛 我的爷爷 就是在战场上被英国人杀死的 让我放弃 把国宝带回家的机会 我真的做不到 她哀求地看向那个男人 王志 算我求求你了 这次我们就放过下心悦吧 王志恨铁骨成钢地瞪了柳念一眼 念念 你知道的 我真的很爱你 甚至可以去为你扫平路上的所有阻碍 可是 这个女人真的不能留 她的犯罪手段 比我更加高明 我绝不允许这样的人出现在这个世界上 听了她们的对话 我心里一颤 原来 真正的凶手居然是她 我惊讶地对着王志说道 难道 你也是和我来自同一个地方 王志英很一笑 我们确实是老乡 可惜这个世界只能容下我一个外来人 不过你的运气倒是挺好 我两次出手都被你躲过去了 我强忍着心中的怒火说道 先进的知识 不是让你用来作恶的 这是和我们一样的世界 每个人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 你这样草奸人命 迟早会被绳之以法的 王志像是听到什么好笑的笑话一样 别开嘴笑了 就凭这些警察的水平 我之所以这么有体气 就是清楚地知道 你现在的侦查水平 是不可能对我造成威胁的 只要你一死 我就可以继续肆无忌惮地犯罪了 我知道你和我说这么多 是想要拖延时间 帮安保人员到来 可惜我不会给你机会的 念念快动手 柳念盯着我 表情不断变换 最终他还是没有转动枪口 王志让他走吧 把我们的国宝带出去 把我们龙国人的骨气和骄傲带出去 这一次我是认真的 柳念冷着眼 坚定地对王志说道 王志看着柳念 面带怨毒地点了点头 他举起双手 侧开身子适应我过去 可就在我走出这大门的瞬间 王志一把握住柳念的手腕 狠狠一扭 把他手上的枪抢过来 哼的一声巨响 柳念眉心中担 贪婪地倒在了地上 鲜血流淌 一抹刺眼的红缓缓晕开 我脑子嗡嗡作响 不敢相信柳念就这样对王志给杀了 王志把枪口稳稳地对准我 癫狂地笑道 真是一条养不熟的狗 我为他杀了那么多人 他居然为了一个破玉玺和我翻脸 乖乖听话跟着我 什么容华夫婚没有 我握紧了拳头 冲他吼道 有人可以为了国家牺牲性命 有人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出卖国家 他没有错 你这种自私自利的小人 根本理解不了 王志你起眼睛 冷冷地看着我 国家尊严和利益什么的 和我没有关系 只要杀了你 我就能继续犯罪 继续逍遥法外 对我来说 这个世界只是一个能让我爽的游戏吧 游戏的主角只能有一个 而那个人就是我 永别了 我亲爱的老乡 王志带着胜利者的微笑 慢慢扣动了单机 我的额头溅起一朵血花 重重栽倒在地 可是 王志看了我的尸体 却露出了惊恐的表情 随着我的倒下 周围的景色开始变得模糊 最后化作一片白光 再次睁开眼睛 我出现在刚开始时运输的那个车厢里 推开车门走出去后 我正好看到了同样出来的 满脸惊恐的流年 他的旁边 是眼神一脸怨毒的王志 他咬牙切齿 表情扭曲地对我喊道 你们联合起来给我瞎套 这比赛根本不是在现实世界中进行的 你们这群蝼蚁 我要杀了你们 王志话音高落 向晚和姜应白就走过来围住了他 姜应白冷冷地对他说道 你刚才在虚拟世界里所作和所说的 都被记录下来了 我的父母也是被你害死的吧 王志看了看姜应白 不屑地笑了起来 我的好兄弟啊 这件事我怎么会不记得呢 你的父母 可是我的第一个实验品啊 那是我第一次犯罪 只是想着把脑海里的东西用在现实里 看看会不会被警察抓到 可是 他们甚至没有怀疑你爸妈是死于谋杀 你说好不好笑 哈哈哈哈 我从小就生活在一个破破烂烂的家庭 父亲酗酒 母亲赌博 我的童年 是在被殴打和骂骂中度过的 你的父母像是一束光 刺伤我的眼 我感觉很不舒服 所以就想把光灭掉而已 姜应白的眼泪奔涌而出 他疯了一样地朝王志冲过去 可是 他被后面赶来的警察给拉住了 我走过去 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 结束了 法律会给你想要的结果的 姜应白痛苦地点了点头 像个孩子一样 失声痛哭了起来 旁边的向晚也红了眼眶 他拿出一张照片 默默地贴在胸口 不再言语 照片上是他和一个女孩的合照 那女孩搂着向晚的肩膀 笑得灿烂 我抬头看了看窗外 阳光热烈 烟火寻常 一切都已经结束了 这次抓捕行动 是我和警方一起策划的 他们商讨之后 决定同意我用虚拟现实 来欺骗所有参赛的选手 和观众的计划 这个计划只有我们知道 不然也不能把王志诱骗出来 最后 王志因为多起谋杀 被判处死刑 而柳念虽然没有直接动手 可是知情不报 包庇罪犯 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他被带走的时候 眼神平静 还冲我点头示意 我知道 他虽然失去了自由 可以跨过去了 自己心里的那道卡 只是 我还不能闲下来 在节目剪辑播出之前 导演又拉着我 拍摄了一个小型的访谈 访谈节目上 无数观众和专家抓耳挠腮 瞧手以判 我才刚刚落座 他们就急不可耐地追问起来 夏新月 你是怎么知道 那个摔碎了的酒杯 就是凯文用过的呢 我淡淡一笑 用手指的指观众席的向晚 你们还记得 向晚带的是什么专家吗 见所有人都不起刷刷地盯着自己 向晚依旧面肉冰山 可他的耳间又出现一抹飞鸿 主持人经过话查 这个我记得 向晚那时候带的是一个伪造专家 我点了点头 回答道 他们伪造了证件 混进了凯文举办的宴会里 地上的碎酒杯 就是他故意找机会 撞到凯文身上 导致凯文摔碎的 专家若有所思递点了点头 继续问道 那密码键盘上的荧光痕迹呢 这个你是怎么做到的 见我目光看向了台下的姜印白 主持人皱起眉头道 难道 这和姜印白有关 可是 他可没有进入过宴会啊 一个专家猛得睁大了眼睛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姜印白带的是一个古玩专家 难道 我点了点头回答道 没错 这件事情 也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他们伪造了一枚英国古币 然后把它捐献给了雄印博物馆 古币上 早早就沾满了 肉眼不可见的荧光药水 这枚古币 迟早会到馆长凯文的手里 他接触过古币之后 手指沾满了药水 再去输入密码时 就会在键盘上留下痕迹 听了我的答案 所有人都惊呆了 他们没想到 居然还能有这种手法 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 几乎是不可能得到的密码 这时 台下又有观众发问了 我想问一下 九位数的密码 你能一下子就输入正确的数字 是因为祖宗保佑吗 我浅浅一笑道 这次 确实是祖宗保佑 要知道 凯文的密码输入的全是英文 九个字母 尤其只能拼凑成一个单词 所以说 感谢祖宗保佑我 让我刚好认识你一个单词 主持人眼里冒着星星 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据我所知 警报出发后会将博物馆封锁 你是准备怎么把玉玺带出去呢 我笑着摇了摇头 我根本就没想过 要把玉玺带出去啊 视频已经拍到我拿走了玉玺 所有人都会认为 英国的不破壁垒已经被攻陷 他们会颜面尽失 这时 我的计划就已经完成了 至于玉玺 我会把它藏进另外一件 不太值钱的古董里 他们绝对不会想到 已经消失的玉玺 居然还会在博物馆内 被一个小演员 潜入带走玉玺 他们以为好的国家级的安保 就再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到时候我再去找机会 拿走那个不值钱的古董 就要简单的躲 短暂的沉默之后 全场掌声雷动 不知道是谁先带头 所有人都跟着喊了起来 夏新月 英雄 夏新月 英雄 夏新月 英雄 我站起身子 走到台下 牵起了僵硬白和向晚的手 把他们的手举起 我高喊 他们两个才是真正的英雄 只是为了我的计划 他们放弃了在比赛中的表现 心甘情愿地化作绿叶衬托我 我们龙国 也正是因为有千千万万这种 不求回报默默奉献的爱国者 才能越来越富强昌盛 我相信 这次虽然只是在虚拟中拿到了国宝 可下一次 我们一定会让他们恭恭敬敬地 把从我们这里抢走的东西都还回来 人群轰然炸开 涌动过来 把我们三个高高抛弃 我死死地闭着眼睛 大喊 清点 我恐高啊 节目一经播出 震撼了全世界 国内铺天盖地的赞誉 让我罢平了整版热搜 而一向嚣张的英国媒体 如同黏了八级的咸菜 不敢出来发声 他们引以为豪的最强安保系统 居然被一个三线小明星给破解了 虽然只是在虚拟世界里 可我使用的手段 在现实中完全可以复刻 第二天 雄鹰博物馆就加着伟大闭馆了 他们对外声称 是在进行建筑维修 可所有人都知道 他们是怕了 还真的有人会过来用这种方法偷走国宝 就在雄鹰博物馆闭馆一周后 国际形势剧力动荡 龙国最新的科研成果 横空出世 相关的新型武器震撼了整个世界 国家马不停蹄地进行军演 新型武器首次亮相 就以精准的打击范围 和不讲道理的攻击距离 引得其他国家人人自威 英国为了向我们示好 主动捐献雄鹰博物馆 并且将里面的所有文物都悉数归还 一时间举国欢庆 全国各地的老战士们都拄着拐杖 颤颤巍巍地赶往博物馆赶 只为了能看一眼那些曾经被抢走的国宝们 而我 正在家里抠着脚 逗着猫追着剧 叮咚两声 手机收到两条消息 向晚 新月 有时间吗 我想约你去博物馆逛一逛 害羞表情包 江映白 夏新月 我们明天可以去博物馆逛一逛 顺便聊一聊我新电影的女主角 酷酷表情包 行政总督查 夏小姐 明天麻烦过来给我们的同事 讲一讲你犯罪的手法 和如何对高智商犯罪进行防范吧 握手表情包 我把手机丢在一边 捂住额头 谁懂 我只想在家里躺平啊